《广东省地方戏曲》 《广东省地方戏曲传统折子戏展演》 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 广东省艺术研究所主办 一年一展演 一年一绽放 这一品牌活动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年 今年的展演不仅展示平台更丰富 发展空间更管况 还得到了协办单位友谊剧院 以及星海直播的大力支持 六年来 《月戏月精彩》系列活动 为我省地方剧种提供了传播 交流的平台 在振兴广东地方戏曲事业 传承广东戏曲文化 推动广东艺术走在全国前列 保持广东省地方戏曲剧种良性发展方向 和学术研究 价值等方面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传统折子戏承载着剧种的表演 技艺 音乐的范式精华 是各剧种最珍贵 最有代表性的艺术精髓 今年在《月戏月精彩》系列活动 开展六周年之际 来自全省八个剧种的十六个剧团 精选本团的压箱好戏汇聚扬成 同台献议将从今晚开始到十三日晚结束 全省的戏曲名家 新秀 为您连演三天 一定能让观众朋友们大饱饮服 过足细饮 在演出开始之前 我荣幸地向大家介绍 出席今天晚会的领导和嘉宾 他们是原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 专职副主席 剧作家陈中秋 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处长唐国华 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所长王伟 原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所长 国家一级编剧吴维庆 广东乐器院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勇 广东省繁荣乐局基金会副秘书长陈彦斌 中山大学教授董尚德以及来自省内各地的专业人士 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在乐剧的舞台上 展现南派武功 刚劲粗犷 威风凛冽的武戏向来是一大亮点 今晚第一个登场的折子戏 就是佛山乐剧传习所青年演员 裴晓明带来的武戏名段 战继周 虎将马超继周城下的三衰 令人叫绝 让我们一起欣赏 有请 中武将国 百兵不必追国 人马会胜 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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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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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